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蜗牛在永途 我是你们的岛主 现在跟朋友今天来提车 然后给大家再拍一些他们厂家新出的一款车 就在我后面这辆 看到吗 车门是不一样的 车门是在轮胎的前部 也是算是中间门 现在我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布局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款车大家看得到就是说长宽高都是一样的 我跟大家还是说一下 这款车的长的是5920 宽是2480 高是有空调2880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整个布局也变了 你看它这边三个大窗 这个车你看明显两个车不一样 然后这个车的车门是在轮胎的后面 这个车的车门是在轮胎的前面 我们先去车内看一下 一进去呢 车的前部就是一个U型的卡座 然后上面有吊柜 换气扇 这边也有拉门 把这个拉门拉上就是一个 独立的空间了这里 桌子放下去是一个大床 就独立的客厅也好或者独立的卧室 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后部 后面呢就是一个大床 一米四乘两米二的双人大床 然后上面还带个上铺这个车 然后上面呢有个单人床啊 打开之后 然后这就是个下铺 然后又有两个窗 换气扇 吊柜啊 然后正面呢就是卫生间 配的也是这个赛德福德的便携式马桶 洗手池 镜子 窗户换气扇 这里也是日本进口的发洒 然后空调也是防车专用的多美达 顶制空调 85升的12伏防车专用冰箱 上面是衣柜 下面是抽屉 然后储物空间嘛 也是也是蛮多的 下面都可以放东西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厨房的操作台 它的厨房操作台呢 因为给了这个前面一块嘛 所以说有点小 然后这里面有个拓展板 这样的话就跟原来差不多了 然后也配置的是这个 隐藏式的这个抽烟机 室内做饭没问题的 这边也是洗菜池 这边是一个隐藏的下沉式的燃气灶 这边呢也是有拉门的 这边呢把拉门关上 拉门关上呢整个这个就隔离了 就是卧室啊就和这个厨房区域啊 完全隔开了 然后这边呢也有个拉门 这个拉门呢一拉上也是拉到这里啊 这拉门好像没装 看到没这流的拉门 这边放下去也可以睡一家人 也是个大床啊 一家三口啊 两个大两个大人带个小孩 对面呢也可以睡个一家三口 两个大人带个小孩啊 上面还可以睡一口 就是这个车可以睡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人啊 七个人好睡的 所以这个车相对床比较大 两张大双人床和一个呃上铺单人床 那这个车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说呃我这边的人出来啊 比如说是这边可以睡懒觉啊 你就睡你的懒觉就好了 因为他有门隔着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就可以哎下车活动啊 然后或者是去呃洗手间呢都不会影响到别人 像我之前那个布局如果要睡两家人的话 可能就是那边人出来啊 那你看他过道嘛 就看到就看到呃 车尾部睡觉人的一个姿态啊 可能隐私性不是很好 那这个隐私性好一些就是啊 只要门一拉啊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 所以这款就适合于就是两家人出行啊 两家人出行的这么一个房车 或者是一家就是很多人啊 包括一家三口带父母出来玩 那这款车就最合适了 对不对 吃饭呢我们可以外面搭个桌子啊 在外面吃就好了啊 外面活动 然后做饭呢在室内做 对吧 所以这款房车我感觉还是就是人多了 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这个车配置是也是每个区域啊 都有独立的窗户 独立的换气扇 看半边 哎独立的通风系统 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储物空间也是比较比较多 像前餐可以储物啊 这U型卡座下面都可以储物 哎大床的下面整个是贯通的储物空间啊 所以这个车的储物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这里呢也是这个柴暖的加油口啊 跟我的车一样的 也就是说 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 直接油枪踏进去就行了 如果在里面加塑料桶 人家是不给加的 这比较麻烦 整个外居周央棚 多比达的顶制空调 120升进水箱 80升灰水箱 整个车的配置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灯带啊 射灯啊都有 总的来说 我感觉这款车的布局还是非常新颖的 而且实用性非常的强 我都有点心动了 因为这款车的私密性非常的好 两闹门 这款车的价格跟大家说一下 它有三个价格 99800啊低配的还有这个中配的是跟我那个配置一样的 109800啊 还有高配的是128800的啊 三款价格 那具体呢 可以联系厂家咨询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房车生活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在拥图 里面有私人微信 有事您留言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